台灣機場裡到處都是拖著行李箱等待的民眾 明天就是端午節連續假期 很多人想趁著連續假期出國遊玩 今天在台灣機場的部分 輸入近預估超過八萬人次 而廉價期間人數更多 台灣機場公司表示 輸入期間是二十一號到二十六號 總共六天 預估每天的人潮平均會高達十三萬人次 這個數量已經恢復到二零一九年 疫情之前的平均輸運量 另外 台灣機場公司也積極準備輸入的工作 將旅客人數預備資訊跟航班 即時動態 進行人力與資源上的調度 機場公司也提醒民眾 連續假期巔峰時段 最好是提前三個小時抵達機場 以免耽誤到時間 以上維吟長的消息